西方史学史 实证主义史学 反对形而上的历史哲学 强调实证研究 实证主义哲学 反对形而上的思维方式 拒绝探讨世界观本体论的问题 以中性哲学之居 在孔德看来 人类在实证阶段放弃了对宇宙起源命运 诸现象内在原因的讨论 只是通过理性和观察结合 使自己限于发现 统治者诸多现象的继承的 和类似的实际规律 受此种思想 实证主义史学家 为了众多的学科中保持历史学 来之不易的科学地位 无心进行 要无边际的探讨 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寻求方法论的科学突破上 他们粉刺历史哲学 是把过去的历史看作是 我们当今时代的一个 对照和整个人类发展